嗨,大家好,我是白白宮,白白宮是我 那這次是斷舍離的第六集唷 那呢,前前提要是,我是一個做斷舍離滿兩年半的一個人 這樣,然後呢,這邊是我之前斷舍離的成果 好,那接下來,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包品跟鞋子片,那先來介紹鞋子 這是我大概穿了兩年多的New Berlin的一雙鞋子這樣 然後呢,我以前覺得說,嗯,鞋子不用穿到這麼好 所以我以前都是買那一種一千塊以下便宜的鞋子 然後沒有牌子的這樣子 但是呢,我覺得呢,因為之前有在運動,就是在跑步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有一雙好一點的鞋子,然後保護自己的腳 讓自己的腳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受傷這樣 所以我就,之前是買了一個Nike的鞋子 但是Nike鞋子已經沒有穿破洞了 所以我就換了一個New Balance的鞋子這樣 那這雙大概也穿了兩到三年 那我的運動鞋就是有這一雙 那呢,在這邊台南的話,我是有一雙藍白拖 那我回到家的時候有一萬雙拖鞋 然後我就想說,就不要這樣帶帶去的這樣 所以我總共就是三雙拖鞋 就是家裡一雙,藍白拖一雙,跟New Balance一雙這樣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保養品們 好,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慕斯 我洗臉呢,就是只有用這一個慕斯洗臉 那其他的呢,就是都沒有 對,我就是沒有了再買,沒有了再買 這樣就是,我其實基本上就是 現在就是不吐不過這樣 然後再來的化妝水,這一次是用那個 屏幕旋人的靈芝水 大概已經用掉了兩到三罐 就是第三罐的樣子 對,然後呢,其實我一直都有在找化妝水 因為我就覺得化妝水好像不要一直擦層 因為牌子怕會就是肌膚會習慣嗎 所以它就是會沒有用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可能這兩三罐之後就會再換這樣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有就是想要測試的美妝的一個影片啦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大量的買 但是呢,那大量買之後 可能就是半年一年都不會 直到把那些東西都消耗完畢為止這樣 然後呢,這就是我大概國高中開始使用的 Oguma的水美妝 但它就是,比較算是化妝水之後的保養步驟這樣 然後呢,大家都說它可能會沒有下什麼 但是其實因為我其實是混合肌偏油性這樣 所以呢,我就會覺得說 好,那我就是再擦一個水狀的東西 就是加強保鮮這樣 那其實我應該要再用一個霜 因為其實有時候臉會比較乾 但是因為接下來要夏天呢 我想說就不要讓肌膚這麼吃這麼重的保濕 或者是悶住這樣,怕會生痘痘這樣 所以我可能等到冬天的時候 才會買一個霜類的保養品 那呢,其實我之前是有把斷省已經把這個東西斷掉了 但是冬天的時候跟有時候會乾癢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那個皮膚有脫皮或者是齊穴這樣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乳液 那這個呢,就是凡士林的乳液這樣 那這罐是大罐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小罐是專門帶出門用的 那你雖然說是沒有就是每天使用 但是乾癢的時候都會拿來用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保養品就是 在你的肌膚或者是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你再去買這個產品 對你來講比較像是對症下腰 而你提前買的東西 你有可能會因為使用不習慣啊 或者是你平常沒有使用這個保養品的習慣啊 還是什麼的就會就是 嗯,保養品也比較沒有用啦 對,那其實保養品也沒有用的話呢 就是有一點算是浪費了這樣 好,那這一次呢就是鞋子跟保養品篇 那接下來可能也還會再有禁忌 就是做我只買100%喜歡東西 也唯一的一個系列這樣 好,那這一次呢就是保養品跟鞋子篇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掰掰